我们请蔡明峰弟兄 她是毕业学员蔡徐中英的弟兄 也是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 我是来自台北市召会 17位所蔡明峰弟兄 我的姊妹是 今天要毕业的蔡徐中英姊妹 她有一个爱子的心 她能为 她能使一个人 为使一个人受尽多救 为她代祷了20年 我母亲和她的父母 就是一个实力 她有一颗爱子的心 能够常常传福音结果子 我以前也是受她的感动 我在射尽归职 从黑暗的前世转向光明 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够召会圣偶 也不恐慕神的话 可是感谢主 神的怜悯 和看到姊妹来赚年班 训练以后 她的身偶一切的改变 使我也一同和她来这里 受成全 赞美主 我们可以说是以前在职场上是身不由己 可是我现在纯洁无己 我把一切都交给主了 由主来信任我 成为一个有用的庆民 感谢主 我来赚年班半年了 在这里学习信念的很多 我能 讲说真理 以前是没有办法的 也可以和姊妹一同出去 传福音 看望人 待人夺救 是觉得很光荣的事情 能够为主做事 这是感谢主 然后 我们在赚年班 天天合在灵灵 享受那灵 生命的供应 心思的改变 真是色意良得 我在赚年班信念这一年当中 给我有足够的体力 和 启示智慧的灵 然后 结信后 我们一同去征战 为主征战 为主开展 感谢主 阿里路亚 现在我们要宣读一封 由毕业学员 刘怡雄夫妇 请起立 两位女儿 自加拿大 蒙特楼 传来一封感恩祝福的信 阿们 在主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愿你们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很抱歉 我们无法前来参加你们的毕业聚会 但我们愿意用文字来祝福所有毕业的学员们 包括我们的父母亲 愿主使你们每一位都能为着神的经伦成为得胜者 并得着在基督耶稣里属天来的祝福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赞美神 在我们家中所成就的一切 不仅是姐姐在去年 12月完成在美国安纳汉FTTA的训练 并且在今年12月 我们的父母亲也完成了在台湾壮年班的训练 借着参加训练 我们一家人蒙受了神丰厚的怜悯 与充足的恩典 再者 因着我们在伊礼坚定的祷告 我们也经历了神应许的信实 原本年初时 我们父亲还没有意愿要参加壮年班训练 但赞美主因着他的怜悯 使他愿意在退休之后 和母亲一同前去参加 当我们在二月份听到他已经报好名 要去壮年班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 哈利路亚 赞美三一神 我们心中满了大喜乐 因为只有祖自己可以吸引我们跟随他 现今我们能见证 基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 借着我们彼此的祷告和交通 他把我们归于一个元首基督之下 例如我们很享受在每一次的长途电话中 与父母彼此的祷告和交通 他们不只是我们肉身的父母 也是我们在主里属灵的同伴 我们在主里的爱与关怀 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甜美 的确父母亲可以一同参加训练 并在合一里服侍主 是神给我们家的一大祝福 七八月间 他们特罗看我们并拜访当地的圣徒 我们的家是天天打开爱宴 接待圣徒 帮助圣徒操练 PSRP和RSG小组 追求夏季训练信息 并鼓励圣徒享受神的话语 增加他们对执事信息的渴慕 在他们回台之后 弟兄姊妹们都很想念他们 并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曾感谢重年班改变了我们的父母亲 相信也改变了所有的毕业生及其家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需要被训练 被成全 成为基督团体的心腹军队 好使我们能在主的手中有用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并迎接主的再来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与你们的灵同在 阿们 爱你们的女儿 2008年12月15日